- 只容說他小時候這個補鋼琴啊 補才藝啊 補很多啊 可是到現在也只喜歡這個玩電動啊 可是對方... 對方其實你是高雄中學畢業的 你是台大學士 台大碩士 那不然你覺得你小時候補的這些 對你的人生一點影響都沒有嗎 坦白說 讀到大學的時候 你會發現人與人的差距就是這麼大 所以你跟我的人之間本來差距就是這麼大 就對了 不管我有沒有補習 我就還是輸你就對了 我有沒有補習 我也贏不了比我強的人啊 其實我們要講的事情是 你小時候為小朋友是 嘗試的這些探索跟發展 有時候你不一定很明確的 可以去歸因說我現在這麼成功 是因為這個事情 大家可能是影響了你潛在的個性跟發展 再來我不要講的是 你們一直講說補習是一個 父母拿來比較以及炫耀的工具 但我們想要告訴你 如果今天這些父母不讓小孩補習 他一樣會比較他的小孩 一樣會炫耀他的小孩說 你看我兒子不用考 不用補習就上台大 這麼厲害 你看我如果你們在說 學應該父母應該要花更多的時間 來陪伴小孩 父母一樣會說 我花了那麼多時間陪你學數學 你為什麼學孩子考那麼爛 會責怪小孩的父母 以及會炫耀小孩的父母 這件事情跟補習根本沒有關係 那些來自於父母的個性 對 有什麼炫耀區別嘛 一個的炫耀你要花錢 然後小孩還要被逼去學 那另外一個炫耀是你陪伴他 這種炫耀我們覺得OK啊 可是有些大人是沒有時間怎麼辦 他要把小朋友留在家裡面 自生自孽嗎 你說的沒時間的話 比方說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去賺了這些錢 再花了這些錢 去請別人來陪伴這個小孩 那你為什麼不要犧牲一點 賺錢的時間來去陪伴小孩 因為我賺的錢比別人來賠多嘛 不是 應該不能這樣講啦 我們一直常常都在講說 家長說小孩子的成長只有一次 那你們把這個一次的時間花了很多錢 去給他補習的這些 別人很會講西班牙文 我不會啊 對 那你為什麼要為了彈舌 學西班牙文 你不能學原字眼影嗎 不是為了彈舌 不是為了教堅 異國文化 其實我覺得家長現在已經不是 我覺得你們童年應該都有一些陰影在 我覺得反方最大最大的盲點就是 你們可能就是有一些兒童的陰影 就是我們不是要為了比較 不是為了要炫耀 不是為了要強迫你 不是為了要消耗時間 你知道我跟我女兒一起學西班牙文 我跟她一起學街舞 透過這些陪伴的過程當中 我更瞭解這個學期對他 到底有沒有正面的幫助 而不是強迫他把他丟給別人 我就沒事了 這是錯誤 完全錯誤的觀念 也不是我們所贊成的所謂的補習 對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為什麼不要自己學了 西班牙文之後來陪你 一起學教授 網路教台就好 因為我本來就不是 西班牙文老師 我跟他一起共同成長這樣不好嗎 學習的要有目的嘛 學會你的目的是為什麼 你要把他送到西班牙嗎 剛剛已經講的是一把文化的鑰匙 我可以開啟各國探索的可能性 現在絕大多數的台灣的家庭都是雙星家庭 每個人的工時可能超過一天八小時 你要這些父母不送小孩去補習 要他親自去陪伴小孩 手把手的教小孩 各種不同的 連家長自己都不一定會的東西 這在事實上根本就不可行 可是有時候是你們不想面對 教育小孩這件事情 所以你們把多餘的時間 全部丟給補習 幫你老師再用自己很合理化的方式 因為我去賺錢 因為我沒時間陪你 所以我必須花了這麼多錢 讓你去補習 所以你要達成我的成就 當你的小孩有這麼多的光環 不管是街舞 不管是音樂的造詣在身上 當你長大之後 萬一你的女兒今天要嫁給一個 做水店的人 跟他講說 我小時候花了那麼多錢給他補習 讓他那麼多的才藝 為什麼要嫁給你一個 不是說是你兒童時期的英語 因為我們不會長這種光環嗎 而且我覺得小孩有光環 不管是我兒童時期沒有英語 我從小到大沒有補習 而且我還是一路這樣 考到埔立桃園實斷大學 如果今天這些家長他們想 好 那我就不要讓小孩去補習 那今天這個事實 這個會長什麼樣子 就是我每一天我就把小孩送到我的娘家 或送到我的婆家 然後讓小孩在那邊看電視 然後吃零食做他想做的事情 他就不寫功課 想幹嘛就幹嘛 這件事情相較於 我們願意花錢 把小孩子送去補習 學一些他想學讓他快樂的 對他有幫助的事情 這件事情為什麼不好 那這分兩個來看 你現在又在說的是他想學 那他不想學的呢 那就不要學啊 回到那個娘家 跟爺爺奶奶一起玩耍 看電視不是很棒嗎 你知道我為人家 那當然是在於你根本不喜歡這件事情 如果你有激情 你有熱情 那就不叫做壓力 所以我們一直在強調 所謂的孩子要學什麼 我們支持他是他所喜歡的東西 而不是強迫 這是我們很重要的論點 那如果他這麼的想要學 這麼的有興趣 為什麼一定要去補習 你不能自學陪他嗎 就像你 你什麼都懂嗎 你什麼都可以教你的小孩嗎 那為什麼要有老師 為什麼要有才藝班這種東西 是因為他是專業的系統 所有的比如說音樂教師 他老師是因為這麼多年的音樂培養 他才可以教這個小孩 而不是我們自己亂教 那你說網路也可以學習啊 網路可能他或許很認真的話 可以學到六七成 但是如果可以手把手的 真的去教導他 他可以學到九成 如果我們經濟允許 why not 對 關鍵就在這裡了 我是興趣 我想要玩 我覺得這件事情很快樂 為什麼要用專業的學習 為什麼要有一個標準 我認為這件事情 第一個要討論是 這本來就是親子關係 裡面本來一個很難解的問題 因為小孩其實不一定能夠知道 他喜歡什麼 他就能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就像小孩可能不一定喜歡上學 可是我們不得不逼他去上學 所以有的時候 我們家長要儘可能在孩子想要 以及我認為他需要之間去找一個協調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反方 如果今天小朋友自己想要學 那在你們立場裡面 小孩要不要不是 在你前面的講法裡面 他不知道自己要是什麼 對不對 所以你在說尊重的時候 其實沒什麼說服力 你也都講了 他也不知道他要什麼 所以就是他也沒有說不要 如果他今天說不要 那我們可以勾 對 所以我們先確定 如果他真的沒興趣 如果他真的沒興趣的話 一定要尊重 一定要尊重 所以第一個 他的意願是 對你們而言是 first priority 但是我們希望他先嘗試 是不是去試一次之後 你就會相信他的判斷 也不是嘛 課程是一段時間的嘛 所以是不是 來 上個一年 彈鋼琴 一開始大家都不喜歡 你再多彈兩年看看 是不是這個意思 可是我們要講的是 絕對不是小朋友覺得 怎麼樣快樂 他的人生就應該要怎麼樣過 尤其是小學生 他在自己 他對於未來 以及對於這個社會 沒有客觀的事實判斷 他沒有能力去做一些 這個決定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介入這個討論 去找出一個 我們認為對他有幫助 他自己也不會太做 他也不會太抗拒的事情 話都說到這個份上了 我們還要怎麼相信 你真的能夠尊重小孩的意願 你真的不會有可能 小孩不想要 你還逼他兩年 兩年再兩年 小孩可能討厭上學 可是我不會因為尊重小孩 不想上學 因為有人就不讓他上 我小時候有學騎馬 然後騎到摔斷了 然後送醫院 但是我之後 大家約去騎馬的時候 就我就會了 我騎最快 好 請謝謝 我們就把時間到了 那我們還會 我不好想像只有你會 然後大家約你去騎馬 他都蠻怪的 這個歷史很奇怪 其實我覺得核心應該是這樣 我覺得對方你們一直不願意 面對你們內心真正的台詞 就是其實你就覺得 小朋友他懂個屁對不對 所以他怎麼想不是很重要 重點是媽媽怎麼想 那你自己覺得 反正我知道我這樣做是對的 是為你好 你們就可以正當化 後面的兩年 兩年 又兩年 對吧 一開始去彈鋼琴 逼他彈個兩年 還是不喜歡 你會就此罷手嗎 不會嗎 你就覺得 好吧 可能鋼琴不適合你 不然我們來吹長題好不好 你懂得意思嗎 我覺得這個心態很奇怪 這個心態非常奇怪 那當然你們沒有時間了 不然我實在想逼問你們一件事情 你到底是看過哪一個媽媽 送小孩去補習沒告訴大家 沒有 沒有你做得到這件事情 對不對 女人藏不住的秘密就是兩個 所以老公送包包 跟自己送小孩去補習 為什麼 因為就像你們講的一樣 好像說 我今天送他去補習 就是我對他的栽培 我對他的重視 我對他的一個教育什麼之類的 就是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狹隘的想法 為什麼我們今天對小朋友的栽培 尤其他還這麼小的時候 就必須要以這樣的一個形式 去為他去提供所謂的教育資源 這是我方不認同的 沒有 不會也能告訴大家 比方說像是我的家庭 還有我的內人的家庭 從小在原住民的家庭 低收入戶的家庭 我們在沒有這些資源的支援之下 我們其實也是會自主去找 我們想要的東西去做學習 而並不是說造成家裡面 更多更多的負擔 以前我們都會有一個比較 有比較就會有傷害 因為同學家裡面有錢補習 所以自然而然我在小時候的時候 我就會把我的人格 往他降低一等 我認為我沒有補習 所以我的人格是比他低的 將來這影響這小朋友在說 我出去社會的時候 我小時候補過這個 我做過這個 你有嗎 所以造成這個比較的心態 然後就會開始對小孩子之間 在社會上不管是對人 或是對人事務 他就一界定看到他有補習 看到他有補習 看到他有學過起碼 看到他有做過什麼樣的事情 來做這個人格上面的比較 但是這些比較並不代表 是在工作上面的成就 那其實我以前在高官懷班 高官懷班叫做放牛班 他們都沒有比過任何的喜 但他們現在哪個生意做的 沒有比我好 所以你們贏在起跑點是這樣 但你們的終點在哪裡 是在比較 是在你的社會 在人格的地位 在你的社經的條件 還是在你接下來你的收入 然後來代表你所有的成就的一切 跟我時間 因為我剛剛用完了 所以現在只能一直被挨打了 我們也不知道這樣評價 我們只是說你小時候 補習所有學習到那些東西 不是家長的虛榮 就是小孩子攀比的資源 好 我們的反方眼時間也到了 謝謝我們的正反雙方 非常可惜 因為剛剛正方在自由變的時間 沒有調配好 所以後段段的 幾乎都是由反方來攻擊 但是我們聽完 第二階段的自由變之後 我想問問看 憑什麼你們對於你們的持方 有沒有什麼改變呢 是一半一半 還是一半一半 還在觀望 那我們阿德老師呢 一樣 還是一樣維持反方 那我們的冰欣姐 我還是一樣 還是維持正方 好